2024年 今天是纽约时间2024年 5月17日星期五 这里是纽约2022年 ALEXX 在2023年的9月 在美国的北卡罗雷纳州 有两名华裔的女子 一个姓黄 具体名字我就不讲了 另外一个姓伟 这两位女子被捕 他们被指控犯有继续从事犯罪活动 和促进卖淫等重罪 同时还有另外5名 年龄在52岁到60岁之间的 华裔女性也被捕 并被指控犯有卖淫相关的罪行 在去年的9月21日 当地的一个便衣警察 走进了一家按摩院 当然一名华人的女员工 触摸了她的大保卫 第二天执法部门就突袭了这个店 并且逮捕了两名华裔妇女 其中包括了 与这个警官有过接触的一名华裔妇女 在2024年的1月下旬 这两名妇女被指控 两个罪状被法庭永久性的驳回 对另外一个人的指控 也在今年的3月份被法庭撤销 针对其余4个人的重罪案件 定于7月5日 在当地的地方法院审理 北卡罗莱纳州打击人口贩运 是比较认真的 出现了一个组织 叫做北卡罗莱纳 打击人口贩运联盟 还有董事会 董事会还有临时主席 这个主席叫做 Susan 中 从她在北卡罗莱纳州 还有在纽约市警察局 曾经担任过翻译和顾问的经理 她认为这些在按摩店里的中老年的华人大妈 她们的人口结构相对单一 她们大多数都是年龄较大的华裔女性 当然她们的赚钱能力比较差 她说我曾经有一个误解 我认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都以为是十几岁或者二十几岁出头的人 她感到惊讶的是 大多数的人当被所谓的解救或者是临时的逮捕以后 都不愿意和当地的执法部门合作 她们宁愿被指控和逮捕 她们当中的很多人 就是四十岁五十岁甚至六十岁的人 她们都是单身的或者离婚的母亲 她们来到美国是找工作的 因为她们在社交媒体或者消息平台 听说过按摩的工作 这些女性担心她们找到这个工作了 她们自然就要做这个工作 但是如果她们不按照老板的要求行事 她们在中国国内的家人 就会面临伤害 在这次逮捕之中 北卡的警方突袭了SPA 她的逮捕记录被公布了 有一份搜查令赤裸裸地描述了其中 一位中年的大妈用手抓住了 卧底警察的大宝贝给予刺激 这引起了社会活动家 这哥们叫霍尔德 有关女性在非法的按摩场所工作的政策 对这个警官进行盘问 霍尔德一再辨称 这些所有的女性 不管是40 岁也好 50 岁也好 60 岁也好 不管是单身母亲还是大妈也好 他们都是性奴役的受害者 警方真是闲得没事干 警方应该集中精力 关闭这些无证的场所 而不是轻易逮捕在那里工作的亚裔的移民女性 而且警方也不应该在逮捕他们之前 很损接受任何的性服务 霍尔德讽刺地说 你们这些警察不需要脱光衣服 给这些女性去故意设这个陷阱 他告诉议会 脱掉衣服 并接受手动刺激 是警察不应该做的事情 两个月后 在事发地叫做Greenboro 中文叫做格林斯波罗 成为了北卡罗来纳州 我估计也应该是美国第一个 发布了明确禁止警察接受性工作者触摸的城市 也就是说禁止警察在按摩店钓鱼之法 尽管如此 当议会联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十大城市的官员的时候 没有人指出有这个明文规定 禁止警察以性行为作为卖淫被捕的前兆 据称在北卡州至少有150家 将按摩和性服务结合在一起的场所 有网站发布了一些顾客的评论 有些顾客估计是跟这些按摩店有仇 甚至对它的服务不满意 给差评 他们称在这些水疗中心接受过性服务 而这些场所很少有获得过执照的 虽然这个州的法律是对按摩店有执照要求的 但是没有一个城市就因为无证 而关闭这些非法的按摩店 有一个非盈利组织的 叫做NC Stop Human Trafficking 的创始人 叫做斯特里克兰 翻译中文就是 北卡停止贩卖人口组织 他的代理人说 你这个警察 你进行了商业的性行为 然后还逮捕对方 这绝对是不道德和虚伪的 你不仅不帮助受害人 你还增加了他们的创伤 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是多么不合理 有数据显示 在北卡罗莱纳州 沙罗特地区的 所谓的无罩的色情的按摩院 它的数量几乎以 这个州其他地区的总和一样多 有42角 但当地警方的公共信息官员表示 无法透露有关部门如何调查 这些事情的任何细节 也无法透露警察可以做什么 和不可以做什么 警察局长说 我们的政策是不公布有关 我们具体调查程序的详细信息 因为这些信息是保密的 并且是我们行动有效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被问及是否禁止警察与性工作者发生性接触时 警方的发言人重申 依然是没有针对此类调查的具体政策 当然了 每次进行此类行动的时候 我们都会精心的制定行动计划 临时主席苏珊忠说 她对这个案件的细节表示担忧 但并不感到意外 这种卧底钓鱼的事情 在纽约也经常发生 警察故意的 有意无意的 会从这些妇女那里 得到一些免费服务 然后在他们得到免费按摩和其他服务后 立即逮捕他们 但我确实知道过 很多的幸存者真的受到了纽约警察局的创伤 却从来没有听说过结果 在我看 作为按摩店 战监女 如果一个警察作为便衣卧底 收取这些证据的手段是悲劣的 也是继续企图剥削大妈 大婶 单身母亲 是不道德 甚至违法的 作为警察 你应该集中精力 关闭或者督导 帮助众多的华裔的按摩店主 获得合法的执照 我们知道这些店主 很多有的人是教育程度不好 或者是根本就不会英文 他们在中国有相关的技能 但是到了美国 几乎是获得执照无门 就要进行社区学院开设此类的课程 甚至开设中文的课程 来教他们 甚至考试试卷可以用中文来考 大量的警察 如果把这些精力放在这些卧底的大妈身上 那就怪不得大街上枪击吸毒无价可归的人越来越多 这纯粹是浪费警力 那么你做这些所谓解救大妈和单亲母亲的工作 你不如推荐让他们上按摩课获得合法的身份 而不是趁机的去剥削众多华人大妈 你欺负他们不懂英文 还引诱说圈套 而逮捕弱势群体的一方 这是不可以接受的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转发分享